我之前看過一些報告 在美國方面說 人一生通常都會轉三個行業 不是工作 不是轉公司 而是不同三個行業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之前好不好做好一個規劃 譬如我頭十年的 可能是主力學一些銷售 跟著那十年學一些溝通方面的技巧 還是其實都是隨意宜安 一邊做一邊看社會環境變態是怎樣 其實你講得很對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已經去到一個叫後工業社會 後工業社會選擇來講 就是我們那個經濟周期 跟那個產品周期是很短 簡單來說 我們可能幾年前 我們還有一些很細部的電話 但現在呢 就反過來 就越大部就越多人用 就是說其實 現在這個世界變得很快 就是什麼產品 什麼服務 什麼行業 才會最受人歡迎 我們沒有人知道 那怎樣才能夠 令到我們在不同的巨浪裡面 仍然可以生存得到呢 簡單來說 就是你的learning ability 就是你的學習能力 如果你能夠有一個很強的 學習能力的時候 無論有些什麼 裡面的新的工作 或者新的困難 你都可以解決到 所以我現在都和我的學生說 就是其實 我很希望能夠給一些 就是思考的工具 就是好像一個工具商 能夠幫助你去學習新的東西 如果你能夠 學識這個 學習思維的方向的時候 你將來無論遇到什麼新的挑戰 都沒有問題 另一個情況 我看到很多人很喜歡轉工的 不停轉工 能夠找到